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獨 最近大家都玩了不少的大作 有Triple A RPG 又戰略大戰 要不就改倒種田 是不是又開始有點累呢? 不如今集就跟大家玩一些相對畫面輕鬆一點 玩樂又開心一點的 Party 多人遊戲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跟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 而每個星期三就會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花生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字幕提供 不知大家有沒有Studio 或是私鬥呢? 最近因為不同的社會原因 有很多地方的租務 即價錢都便宜了好多好多 身邊亦有好多朋友去考慮轉地方或是搬 在這個時候 我想大家都需要找一個地方 或是找一個很好的方式去練習一下搬屋 目前有就是Overcooked 團隊的新作品 遊戲是一款以多人合作的搬屋遊戲 今次大家就不是一起玩煮食 而是在限時之內 將房屋內或屋內所有的東西 清到一個貨車上 當然時間越短分數就越高了 玩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將東西搬到貨車上 你可以將貨物慢慢運出去 你可以遊門、可以窗 總之夠位你就可以車出去 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有限 多一個朋友幫你當然可以快快手 但你有玩過這類遊戲你都知道 多一個人就多一份麻煩 當你整班人一起搬屋的時候 因為每個角色都會佔著不同的位置 你都會想到這個遊戲當大家一起玩的時候 都會有你阻礙我、我阻礙你的情況 如果你有玩過Overcooked 這款遊戲 你都知道這款遊戲或這類遊戲 絕對是考驗你的友情 甚至乎是愛情的最大難關 要怎樣才可以跟朋友或伴侶 在不吵架的情況下完成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將你人生的全部點數 點測到EQ 上 沒有啊? 那你準備跟你朋友吵架吧 不過以我所知 暫時這款遊戲只有Local多人 甚至是單機一起玩 未來會不會有多人的年紀 就要看看它未來的更新 另外也要看看 就不是每一款Switch的遊戲 旁邊都是來自補員 起碼今次的Moving Out不是 不喜歡Boon Look? 不如一起煮拉麵 跟Overcooked一樣 讓大家一班朋友在廚房大運戰的 就喜歡面 They can't fight 遊戲中 大家就要為各客人煮出一碗好吃的拉麵 由放碗、加湯、煮麵 都放配料、倒啤酒 之後都被怪獸、打賊仔、跳過熔岩 你將會見到這世界上 一間另類的拉麵 跟Overcooked 不同的是 這個遊戲除了跑之外 還有跳這個動作 當你可以跳的時候 就令到你可以除了有廚房工作之外 可以一跳跳出樓面 和其他食客打成一片 遊戲的角色更加有一種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魔性 他的手手腳腳可以左拼右拼 好像失控一樣 令到大家看起來有一點點眼花 但你玩的時候 見到手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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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幾搞笑 不過遊戲中 玩家除了可以將不同的配料拿起之外 更加可以大大力將它們扔出去 當然啦 除了扔食材之外 你也可以扔不同的角色 遊戲核心的玩法 可能有點面線 但玩上去的操作完全是兩回事 遊戲好好玩就真是無法回答 因為遊戲是5月2號 即是今日才出的 我自己就看了幾次 trailer 了 比起想玩這遊戲,其實我想吃奶麵多一點 遊戲裡面亦有不同的衣著打扮給大家使用 不過都順帶一提,遊戲本身是一個小型的獨立團隊開發 加上遊戲是 Early Access 所以遊戲的完成度,即整體的遊戲體驗 我想大家都要稍微將期待輕輕下降少少 其次遊戲就是可以一機多人玩 雖然遊戲要來做 Party Game 是可以的 但在這個疫情下,可能你真的等一段時間才跟朋友聚在一起會比較好 PC 版也可以 Remote 到手機或者平板電腦 亦可以透過 Steam 的 Remote Play 和一些遠方的朋友一起玩 怎樣解釋呢? 即是一般的情況下,大家不可以一人一隻遊戲,買完之後連機 但你可以邀請你的朋友,用遠方遙控 之後模擬在同一部電腦的情況下一起玩 那算不算在機多人? 不知很圓 不過說到拉麵,我也將這款遊戲的Trailer 給了一個本身在拉麵店工作的朋友看 我問他有什麼Feel 他就回答了一句 欸!你沒玩的! 除了剛剛兩款遊戲之外 當然還有前幾個星期我介紹過的Good Job 遊戲中你是一個二世組 你就會身處遊戲中的爸爸公司 由低造起 我就不在今集再介紹太多了 如果你想看的話,就按一按右上角的資訊卡 看看之前的影片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到這裏了 雖然最近香港社區靈感染 但大家都不要掉以輕心 記得注意健康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就記得Like & Comment 還有訂閱和加入會員 我是希治閣,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